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好好说 想清楚好好说 我希望和我的女朋友 一起包饺子 这个没有毛病 这个绝对没有毛病 我们稍微聊一下 这个包饺子 你对馅儿有没有什么要求 馅儿我喜欢吃黄瓜虾仁的 我也喜欢 黄瓜虾仁 我觉得这是一种 不怎么正经的饺子 我认为这正经的饺子 韭菜猪肉 羊肉大葱 什么大白菜 芹菜猪肉 我认为这都是属于正经饺子 但是他们是青岛的 可能在海边嘛 霸鱼饺子 我告诉你 霸鱼饺子在我心目当中 它是正经当中的天花板 霸鱼饺子的馅儿的 我就不便发表过多的看法 但是我真的建议你 下次跟谁包饺子 都选择我们恒顺香醋六年城 这个没有毛病吧 没有毛病 好 14号 男嘉宾 你好 就是南方这边不怎么烧饺子 如果一个南方姑娘跟你在一起 然后你擀面 你弄那个馅儿 然后我在棒旁边给你加油助胃 然后给你擦汗 然后就是什么事情都你来干 然后你会介意吗 A 我还是比较喜欢一起做这件事 因为我是山东人 然后 就这么耿直 对 吃饺子不重要 重要的你觉得是那个过程 是吗 对 好的 谢谢 这个包饺子这件事 才配得上仪式感 这个词 A 这个问题里面也说明了 男嘉宾的一种价值观 就希望跟另外一班一起做事情 一起分享生活 第二个问题 我不希望 我的女朋友周末设闹钟 我可以叫他 你叫他 那你设闹钟吗 我不设我自然行 这个我相信 我跟你说 我也有这个功能 真的 如果我要出差赶早班机 我要5点50醒 我也不用闹钟 我零睡前5点50 5点50 这个是演技 就5点50 假的 正负不差2分钟 这是特异功能吗 我觉得是 我们是生物钟 您是生物闹钟 21号 你好 男嘉宾 我从来不需要闹钟 如果是10点的班的话 我9点40左右 就会自然地醒 但我有一点就是 我在睡觉 马上要起床的时候 不可以拉窗帘 我特别讨厌光 我非常理解 这个女嘉宾说的这些 其实我也是 我从小起床的时候 非常害怕那种光 也就感觉很不舒服 看第一条片子